1月17号,为期40天的2022年春运大幕正式开启 由于近期中国多地疫情再起,春运防疫工作不得不让人格外关注 当天凌晨5时34分,由北京西开往海南东方向的高67374列车从站台环环驶出 这是北京地区第一趟事发,也是当日首趟高铁列车 据悉,列车定员556人,当天有100名旅客乘车 接着注意到,车厢内所有乘客都佩戴口罩,有的还戴有一次性手套 上车前,他们都需要经过测温、健康码查询等防控程序 我们在咱们的近战区域设立了这种健康码的查验机 这种查验机就是为那些没有手机的或者说没有智能手机的旅客提供的一种方便 可以通过刷人脸识别,刷身份证,就可以查验您的健康码 在后车室,智能物化消毒机器人在主通道来回巡逻 保健人员对后车室座椅等部位擦拭消毒 还有随处可见的免洗消毒液 疫情导致旅客出行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去介绍,出院期间,铁路部门将实行一日一图,动态安排运力 那么今年最大的特点就是北京西站是以开行图定列车为主 以零客备用为辅 我们会根据客流的需求随时加开临时的旅客列车 梁兆玉还做了温馨提示 他介绍,使用爱戴身份证购买电子客票的旅客 可持身份证直接在进站口刷证件进任乘车 为避免人员聚集,他建议旅客提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即可 为了避免旅客长时间的在咱们这种一个人员密集的区域后车 我们建议旅客提前一个小时到车站就可以 到了车站之后,要自觉规范的佩戴好口罩 要在检票还有咱们后车的时候保持安全的距离 据悉,2022年春运自1月17日开始至2月25日结束 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预计达到2.8亿人次 其中,中国铁路北京区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1872万人次 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898.6万人次 客流的高峰日为应1月28日 预计发送旅客65万人 春运期间 客流主要以京经济的短途客流 和东北方向的直通客流为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视频点じゃ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